同样的时间里,为什么有的人是高效的,有的人是无效的?高手不一定无比辛苦。反之,无比吃苦不一定会让你成功。高手的故事看起来精彩,其实他背后的思维才更精彩。 中国最出名最富有的财经作家叫吴小波。从1996年开始,吴小波就下了一个决心要每年写一本书。这么些年来他确实做到了。几年前某天吴小波曾经心血来潮,把他的书一本一本落在地上,和自己的身体比高,发现已经快到大腿了,这样再写下去迟早会超过他的身高。 除了写书以外,吴小波还在很多报纸,杂志,网站开专栏,还管理两家公司,运营自媒体账号,开设每天听见吴小波等知识付费栏目。做风险投资,搞跨年演讲。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,吴小波每晚的时间都是怎么度过的。你是不是觉得他一定很努力,每晚都在分笔集书,服案写作?但真正的答案会吓你一大跳。 在做客播视堂节目时,吴小波对主持人袁明说,从1997年开始,20年了,我晚上从不工作,主要奉献给麻将和韩剧。 你有没有顿时觉得脑子里有些东西被颠覆了?一个做到行业顶尖的人,本来应该是无比努力的,怎么可能每晚过得如此堕落呢? 不是说决定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在八小时之外吗?为什么有人八小时之外就是吃喝玩乐也能获得成功? 如果说没玩打麻将,看韩剧都能做出那么多那么出色的事情,而我们拼命努力却还只是一事无成,那奋斗还有什么意义? 干脆放纵自己起飞更好,如果你为吴小波的例子而感到惊讶,如果你也是一个曾经想要或者现在正想努力的人,那么接下来的讨论也许能纠正你对努力存在的误解,启发你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生活节奏。 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是,高手的努力深入而轻松,普通人的努力肤浅而痛苦,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? 一,高手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,普通人迷茫的瞎努力。 说到努力,很少有人能和曾经的雷军相比,雷军简直就是努力二字的代言人。 他在1991年加入金山后,几乎把自己的命都扑到了工作上。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每周工作六天,十几年如一日。 他信奉的理念是,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,并且要努力到无能为力,成功就会随之而来。 这给雷军挣下了一个中关村劳魔的光荣称号。 除了努力之外,雷军还拥有极高的天分,高考成绩远超清华北大陆曲线。 两年就修完大学课程,拿遍所有奖学金。 大二参与编写的书籍成为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教材,22岁出版编程书,成为当时程序员人手一册的红宝书。 然而如此高的天分配合极度的努力,给雷军带来了相匹配的成功了吗? 并没有。 他在校期间创办的三色公司,做了六个月就散活倒闭。 加入金山后,压上全部心血做了三年的软件。 韩股惨遭失败,差点把公司搞破产。 担任金山CEO之后想把公司做上市,冲击了五次IPO,才勉强成功。 而他奋斗16年才带上市的金山,市值与当时成立才短短几年的百度,阿里、腾讯相比连零头都比不上。 虽然和普通人比起来雷军已经算是很成功,但是与他的天分、努力和期望相比,只能说勉勉强强。 与雷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云。 马云高考三次才考了一个专科成绩,与雷军已超越清华的分数上武汉大学相比,天差地远。 马云学的是英语专业,对计算机一窍不通,而雷军是大师级的程序员。 马云管理公司,日子过得潇洒至极,还有闲心去龙井喝茶,西湖论剑,达达太极拍拍电影。 而雷军一直过得苦不堪言,恨不得把自己累死在工作上。 最后的结果却是马云1999年才创立的阿里巴巴,做成了中国最厉害的互联网公司,他自己也成为中国首富。 而雷军为之奋斗16年才上市的金山,上市时只是一个价值6亿美元的小公司。 后来,雷军经过三年的痛苦思考想明白一个道理,凡是要顺势而为,不能逆势而动。 他说,金山就像是在严检地里种草,为什么不在台风口放风筝呢? 站在台风口,猪都能飞上天。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,雷军看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风口,做起了小米。 几年就把小米做成了世界商业史上最快达到100亿美元营收,450亿美元估值和进入世界500强的创业公司。 与金山时期相比,雷军做小米用的时间更短,成就却更大。 是雷军的努力程度比在金山时更高了吗? 并没有。 实际上离开金山后,雷军每天过的是睡觉睡到自然醒,约是不约第三天的悠闲生活。 但在那折服的三年,他仅仅靠天使投资,就做成了比在金山更大的事业,积累了比在金山更多的财富。 而做小米之后,雷军每年还会抽时间去日本或欧洲滑雪,一去就是七八天,比起原来在金山过年都只放三天假,简直天差地别。 从金山到小米,雷军最主要的变化是从只知道埋头努力,变成先找准方向再干。 而这正是普通人到顶尖高手的最重要蜕变。 高手会首先明确一个正确的方向,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努力,从而达到一日千里的效果。 普通人看不清方向,哪怕百倍努力也只能达到普通的成就。 甚至有可能走的路与成功背道而驰,反而越努力越失败。 战略的思考比盲目的努力更加重要。 很多人之所以忙忙碌碌,完全是为了避免思考。 他们在用行动的滋滋以求掩盖思想的空空如也。 高手谋定而后动,普通人只动而不谋。 努力的效果因此而产生了区别。 二、高手在正确的事项上努力,普通人不分轻重缓急地乱努力。 乔布斯曾经有段时间被苹果董事会逐出了公司。 他不在苹果的那段日子,苹果公司大幅扩张业务,推出了各种型号的台式及产品, 手提和手持设备,并同时研发着很多新的项目。 新的董事会班子非常努力,苹果公司的全体员工也都辛勤干活, 但是苹果的业绩就是一路下滑。 1997年乔布斯又被请回了苹果, 财务总监告诉他,苹果的现金流状况只能支撑最后三个月了。 乔布斯是怎么做的呢? 他把苹果的台式及产品从15个砍到一个, 所有手提和手持设备产品砍到只剩一个, 研发项目砍掉70%, 全国经销商从6个砍到一个。 一言以蔽之, 乔布斯把苹果公司的规模与业务范围缩小到极致, 只保留最核心部分, 结果苹果很快就起死回生。 1998年集权公司之力主推的iMac G31上市就引发了狂热, 2001年推出的iPod创造了销售神话, 2007年推出的iPhone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。 从苹果起死回生的经历, 我们除了看到乔布斯天才般的想法和神一样的营销, 更看到了专注在少量关键事项上努力的魔力。 乔布斯有句名言, 他翻译成专注, 就是说不得艺术, 也就是说, 如果要努力, 你得先学会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给扔掉。 开公司和做产品是这样, 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是这样。 我们从小到大都经历过无数次考试, 大家都知道, 如果老师给我们画了重点, 复习起来就事半功倍。 如果没有重点的话, 每一个知识点都有可能考到, 复习的时间会增加无数倍, 最后考试成绩还不佳。 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抓住重点。 由于复习的时间有限, 所以必须将其分配在最有可能拿分的地方, 而绝不能平均用力。 高手只关注关键的20%, 在需要用力的地方集中用力, 而不需要用力的地方省力。 正因为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最关键的事情上, 高手并不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就能获得更大的成就。 就如微信之父张小龙, 他掌管微信这么庞大的部门, 却还有时间去打高尔夫球和网球。 高尔夫拿到了世界冠军, 网球拿了腾讯内部几万人中的冠军。 除此外, 他的围棋和保龄球也都是高手中的高手, 而他所有这些业余爱好都是要投入大量时间的。 张小龙能做到这样, 除了其天赋以外,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抓重点。 工作中只要把重点抓住了, 不需要每天加班都能创造更好的业绩。 练习中只要把重点抓住和别人花同样时间, 却能达到比别人高很多的水平。 而普通人认识不到这点, 只会用蛮力, 眉毛胡子一把抓, 不管事情的轻重缓急都投入同样的时间精力。 结果把自己累得半死, 却没有什么效果。 所以高手可以在工作之余, 还发展很多爱好或者去享受生活。 而普通人中的努力者, 连最基本的工作和学习都完成得无比吃力。 三, 高手使用正确的方法努力, 普通人做无用功的白努力。 乔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。 他的成功除了天分和努力外, 还与其独特的训练方法密切相关。 根据乔丹的私人教练蒂姆·格罗夫披露, 乔丹会一次次突破自己的舒适区, 极度专注地练习薄弱的地方, 例如, 在很不舒服的角度投篮锻炼斜机和树立机等。 乔丹退以后, 蒂姆·格罗夫又成为科比的私人教练。 我们都知道科比的名言,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吗? 这说明科比的训练程度也是极其刻苦的。 但如果仅仅是努力的话, 很多人也可以做到。 更难得的是他的训练方法, 把每一个动作都分解为最基本的微小单元, 练至最熟练, 然后换下一个再练至最熟练, 然后换下一个如此不断。 后来科比也成为最伟大的球员之一。 乔丹和科比所用的训练方法叫做刻意练习。 刻意练习这个概念, 在安德斯·埃里克森的刻意练习, 丹尼尔·科伊尔的一万小时天才理论, 马尔科姆·格拉德维尔的一类等畅销书的风靡之下, 已经广为人知。 但是, 能够真正运用于日常学习和工作的却不多。 刻意练习有两个重要的概念, 一是要始终专注, 二是要不断给自己新的挑战。 同样的努力, 有些是高效的, 有些却可能完全无效。 其区别就在于你是不是将努力用于刻意练习。 高手努力时是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, 绝不一会儿刷微信, 一会儿聊天, 一会儿看视频。 而普通人努力时可能把手机就放在身旁, 每隔半小时就看一下, 本来只想看一眼, 结果一看就是十分钟。 高手的努力是不断突破舒适圈, 挑战自己的能力极限, 让自己每天都有进步。 而普通人的努力是待在让自己最舒服的地方, 把自己已经会的东西重复一万遍。 这样下来高手一直在进步, 而普通人则一直原地踏步。 从过程的痛苦上, 我们可能会以为高手每天要抵制诱惑, 要挑战自我极限一定非常痛苦。 而普通人看手机吃零食, 干着得心应手的熟练活一定很快乐。 但实际的情况是, 高手在专注于挑战自我的时候, 很容易进入我两望的心流状态, 并且看得见自己的进步, 从而总是充满欣喜。 而普通人则根本不知道心流为何物, 日复一日的努力, 带来的只是无聊, 以及看不到进展的焦虑。 4,用高手的方式努力, 让世界配得上你的付出。 通常说起努力两个字, 我们总是会和辛苦联系在一起。 这也导致很多人常常会无奈地放弃努力, 投入放纵的怀抱。 其实真正擅长努力的人并不觉得辛苦, 只有没用对方法的努力, 才会觉得痛苦不堪。 当你能从努力中获得乐趣时, 你都不需要强行利用自己的意志力, 逼着自己干什么。 努力本身带来的快乐就已经足以诱惑你。 更何况, 这样的努力还能带来更丰厚的回报, 让你的学习和工作更加有效, 人生更加成功。 高手的努力深入而轻松, 主要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方向, 抓住了事物的重点, 并且能专注地挑战自我。 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努力的人, 或者打算要努力, 请一定按照高手的方式去做。 只有这样, 你才能既充实又成功。